中国影史飘房第二的作品是大人口中小孩子才会看的动画电影 他不仅仅打破了世人对动画的看法 还打破了市场的约束 勒河娃 瓦喜 萧莲 今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部中国影史第二的作品 《勒扎之 魔童 讲世》 天地灵气历经千年孕育出一颗混云珠 他谈谈的吸食天地精华 导致仙气魔气产闹复杂 善恶不分 于是原始天尊排他的徒弟 他以真人和深宫豹前去收服 他以真人和深宫豹都不是他的对手 最后 由原始天尊出手 把混云珠分化成魔丸和灵珠 但因为魔丸坚不可摧 原始天尊下了天节奏 三年后引天内下凡摧毁魔丸 灵珠则可投胎成为李静第三个孩子 取名 乐扎 原始天尊将培育灵珠的任务交给了太以真人 只要他完成 就可以成为十二金仙之一 到了乐扎要出生这一天 本来太以真人要施法让灵珠投胎 但是深宫暴施季 让十九的太以真人喝醉错过了时机 等李静赶来把太以真人打醒后 太以打开宝莲却被中有傀儡扶着妇人偷走 妇人把魔丸放到莲花盘里 使得魔丸投胎成了乐扎 而灵珠则被深宫暴投走 乐扎一出去就到处放火 太以只能赶紧拿钱关圈压制他的魔性 男儿当太以要将他就地正法时 李静妇人冲出来护住了乐扎 哪怕村民都要求李静杀死乐扎 但李静不能下手 他担保一定会好好管教乐扎 如果他闯出祸事 李莫愿意护出性命换大家公道 最后这件事也就这样暂时消停 至于神宫暴则把灵珠注入到龙蛋里 按照约定龙蛋之子敖饼将拜神宫暴为师 他将助敖饼脱离海底炼狱 挤身天界 神宫暴这么做的原因 是为了证明他才是十二金仙最佳人选 后来太以带着李静来到虚公之门 要求天尊解除天解咒 但是这里只有长生云 他们没有见到天尊 只能武功而返 所以乐扎天宁被关在府里 他娘也天天斩药竹膜不在家 这天妇人主动要和乐扎踢箭子 把乐扎高兴坏了 虽然乐扎历大无穷使得 妇人不敢乱接箭子 但是金碧地金的妇人 还是不能休息片刻 直到士兵来报有妖怪 于是妇人只要停下 带着歉意出发了 看着母亲离去的背影 乐扎感到的就有深深的落寞 但轻易地打开截截出了福地 每次他出去 所有人都会非常慌张地藏起来 因为乐扎数万十生数 就会把躲起来的村民统统找到 整个阵子都会搞得鸡飞狗跳 有几个孩子成立了伏魔帮 必是教训乐扎 一个小孩跑进来说 想好了教训乐扎的陷阱 他家庭了之后都纷纷称号 结果小孩摘下头套 大家才知道他就是乐扎 所有人都被吓到跑到吊桥上 然后一次中了刚刚乐扎说的陷阱 从铃铛爬住的一个孩子 中了得意的乐扎喊 你这个妖怪去死吧 妖怪两个字 一直都是乐扎的礼礼 他渴望被大家接受 但就是因为这两个字 所有人都躲着他 作名伤不过是人们恐惧他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陪他玩游戏 愤怒 让乐扎失去了理智 幸好孩子们 最后被太义救了 而李静也及时赶到 乐扎又一次被关在房间里 李静不想乐扎浑浑噩噩的过一生到死 都被当妖怪 于是太义决定受乐扎为徒 他带乐扎到了山河设计图的世界里 一进去 太义就用指点将山笔带乐扎游了一番 并积极地解药了乐扎想学变身术的兴趣 结果乐扎很快就学会了高级的变身术 还把太义整过了一番 一进夫妇赶到后 他也让乐扎败尸 也有好人斩妖除魔 乐扎一听到斩妖除魔就排斥 生气 夫人劝姐说 扎 其实你心里是想被大家接受的对不对 只因为别人的偏见 让你受了委屈 所以你才恨他们 乐扎不愿意承认 但是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跑出去 有一个女孩要跟他踢键子时 一个人喊着圣德扎来了 所有人都跑了 他还被几个小孩欺负 这段回忆让德扎始终怀恨在心 德扎极端地认为 他们把我当妖怪 那我就当给他们看 以静无奈整告诉德扎 他是灵珠转世 所谓天生神力 才被人们当成异类 他也附和着 才让德扎相信自己是天选 守护世界的人选 于是德扎在生和世纪图利 修炼了两年多 他想着能够斩妖除魔 改变能不能看法 然后德扎一就太冲动了 打个白骨精却误杀很多老百姓 他秉承的准则就是毁掉妖怪 丝毫不顾及身边村民的安危 迪经想让德扎修身雅兴 但是德扎等不及 他偷了指点将山笔出了画卷 一出来就碰着了个海怪 德扎为了抓他破坏了很多房屋 还到处等火球 海怪在半路抢了个小女孩 就在快要逃入海底时 敖兵出现冰封了海面 敖兵本来也要救女孩 结果德扎认为他是在抢功劳 所以就和敖兵大打出手 一边的海怪趁机朝他们涂了很多泡泡 德扎的手一碰到泡泡就石化了 海怪趁机赶紧吃了女孩 没想到敖兵的身法无比高超 一路冲过去没有触碰到一颗泡泡 就把女孩从海怪附中打出来 但是他和女孩连到海怪的口水一起石化了 没有敖兵那种灵敏身法的德扎 则用石化的敖兵做武器 冲过去把海怪走到囚牢 石化的解药是海怪的鼻涕 德扎就用鼻涕救了敖兵和女孩 之后奥兵还很感谢德扎的救命之恩 这档从未得到对方感谢的德扎 得瑟了起来 善良的女孩拿着箭子要和德扎玩 于是德扎开心地和奥兵踢起了箭子 踢到后面 德扎高兴哭了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陪他玩 而奥兵还送给德扎一只海螺 然后说 我们是朋友了 但是村民却突然气势汹汹地来了 他们都认定德扎抓了女孩 村民们围着德扎不算敲打 仿佛要把这些年兽的委屈都发泄出来 等德扎想要出手回击时 就被赶来的太医绑住了 离境看了德扎的手 我不作声 他理解德扎的内心所想 但是除了自家人 有谁愿意相信呢 这一奥兵回去 则告诉了神功豹 自己交了一个朋友 但是神功豹却告诉他 德扎就是魔丸 天节降临之旅 魔丸打开杀戒 到时候 就是你拯救陈堂关 名正言顺成为灵族的时候 上古时代 龙族本是百灵之掌 后来归顺天庭镇压无数海兽 才得龙王之称 但是龙王心里却很不好受 因为海底链鱼美名 齐约是龙宫 其实是镇压海壽的天牢 龙也是妖兽出身 得不到天庭的性能 龙族就变相地 以守护龙宫为由 被关在了天牢 敖兵的成败 惯户全族命运 就敖兵既身天剑 才有机会 向龙族代理这片海底链鱼 也就如说 敖兵必须和罗渣作对 自从罗渣被关为房间后 就一蹶不振 不肯吃饭 李静夫人告诉罗渣 十天后 就是他的三岁生辰 承担官的百姓 都会给你轻生 这个消息当罗渣瞬间复活 但是罗渣马上就失落地低估 他们才不会来给我轻生 李静只能撒谎 上次的误会解开了 是你打扮人的海外 还夜叉 而这一项其实就是李静 来家爱护磕头 也要把大家请来 然后在生辰宴上 还罗渣清白 罗渣高兴地写了风请建给敖兵 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别人不来 生辰宴之天 弄出所有人都用身上最硬的鳞片 为敖兵做了一件 简不可摧的玩弄架 在罗渣的出场时 深宫暴偷偷告诉罗渣 他的身世 罗渣一眼深深地接受了 他也的礼物 焚火轮和焚天灵 但因为被深宫暴叫缩 只问李静把他关在 深河设计图里两年 是不是为了让他等死 好维护他总兵大人的位置 接着罗渣解开了脖子上的 乾坤圈彻底成魔 他不断地要攻击李静 在身上的深宫暴 拿走了乾坤圈 他要等勒渣杀了父母 奥兵再下去阻止 深宫暴愤恨地说 他才是原始天尊座下 最勤勉的 但却从不被重用 就因为他是一种妖手手画 和心善的奥兵 他就决定成就李静夫妇 哪怕要和勒渣为敌 他的父母也必须保下来 只因为勒渣曾经救过他 在奥兵出来 及时救了李静后 他也急忙用乾坤圈逃出了勒渣 但是内心的憎恨并没有消失 勒渣醒来后赶紧跑掉 李静在盗窃时 扯掉奥兵的怀疑 他早就怀疑突然出现了奥兵 是凌珠的转世 在奥兵身份被曝光后 神功报给赶忙出来 劝奥兵杀了在场的所有人 满天过海 好玩成家族使命 奥兵在挣扎一番后 夹起了满天的冰山 要活满成难关 而另一边 风火轮给愤恼的勒渣 看了当初李静 为了勒渣免受天节奏 而用一花接木之法 求得两张可以把天雷 引到自己身上的福 醒悟的勒渣赶紧回去救人 他和奥兵斗志 他也和神功报对打 勒渣变成神功报的模样 把奥兵骗到诱骗 最后四个人都被拉进了 山河设计图里 他们开始抢指点将山笔 一阵争夺 他们都被裹在了冰酒里 经过太野的毒气 勒渣拿到了指点将山笔 而最终想要把奥兵和神功报 观察山河设计图的计划 还是跑趟了 一出来 奥兵就化身盆地 要把冰山压下 勒渣解开部分前温圈 以一己之力 乘出了巨大的冰山 所有吐出一句 我命由我不由天 是魔事先 他说了算 三斗六斑完全底的勒渣 破解了冰山 抓住了奥兵 但是却放了奥兵 是因为 他是勒渣唯一的朋友 使用勒渣把爸妈绑住 感谢他们的照顾 那两张佛咒也都被他撕掉 自己的命运 他要自己来扛 天雷降临 看着在天雷中 即将崩溃的勒渣 奥兵跳进雷阵里 用万龙甲抵抗 但是万龙甲瞬间破碎 勒渣和奥兵 前手其心抵抗天雷 后来他也出手 用莲花宝座 护住了恶人 在天雷消失后 莲花宝座 幸运地保护住了恶人的魂魄 所有村民 也在这一刻 一见 接纳了勒渣 他们所有人都跪在 勒渣身边 表示感谢 勒渣的心结 他不仅仅是打破故事中 存名对乐渣的反感 更是打破 现代人对动画电影的认知 谁说动画 就只有小孩子看 动画和动漫 是有明显的区分 哪怕要混淆一谈 也是有成人像 和儿童像的区分 也许乐渣 还不是最优秀的动画电影 但是 未来的市场 绝对会有 虚虚多多的工作室出现 为我慢努力 我们谈点现实的角度 也许做动画的人 不是完全为了情怀 那么更多的是 想赚取金钱 在情怀和默想的带动下 走上了这条路 但是赚钱 永远都是主要的 现在有那么多人喜欢动画 如果说白色远景 有罪光动画 打开了诗人对动画的看法 那么的扎之魔痛降世 就是让那些 有能力制作动画的人 看到了希望 他们努力的成果 不会被淹没 他们也能得到 自己相应的报酬 只要努力 只要用心 现在的动画市场 已经被无数人所接纳 国满的绝技 已经两番起了 另外打破间接的 还有打破小子导演身边 那些认为他不学 我说三年一定会失败的可怜人 对于他人的梦想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嘲笑 我是少年 一位带你看片 人生百态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个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下时间允许一下 尽可能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